他說在X80的地方有磁場是往外射 這樣射出來 現在他說有一個線圈 寬度2A,長度3A 以速度V進入磁場 上面有電阻是R 線圈有電阻R 他問以下何者正確 我們看A 當部分線圈進入磁場區的時候 導線內的電流是順時升號 就這一部分進去的時候 他的感應電動式多少呢? LVB 這一部分進到裡面的時候 是V VXV 所以是電流往下 所以感應電動式往下 所以感應電流是這樣流 這樣流的話是逆時針 所以A的話他說是 進入磁場區線圈內的電流方向順時針 這樣流 這樣流是順時針 我剛剛講錯了 那個時針是這樣轉的 順時針沒有錯 A對了 上看V 當線圈有電流時 電流的量子 電流量子 A是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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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B 除以 R 所以 B這個選項 L是等於3A 再把3列帶進去 R分之3A VB 所以他說3AVB 這個對 B選項是對的 好C 當線圈有電流 須有量子 須有量子 R分之6A平方 B平方 V 它方向朝這個方向的重力 與線線上 才能維持等速運動 這一定錯啦 就是說 根據能量熟 因為你那個 進去的時候 它會受到磁力一定是 就是 一定是往這邊 磁力一定是往這邊 好 所以 朝這X方向 有可能 就磁力往這邊的話 所以你要一個作用力 往這邊的話 才能維持 那這個作用力的話 是等於多少 我們算算看 F 是等於 LIV LRI 乘以V 這個 外力等於 尺力 尺力 尺力是往後 外力是往前 那這個大小多少 大小這個是L多少 L是3A嗎 3A I剛剛已經算出來 R分之3AVB了 他再乘以V 他再乘以V 所以答案應該是R分之9A平方 VB平方這樣才對 不是6A 不是6A平方 是9A平方 所以這個選擇 所以這個選擇是錯 這樣看D D D他說當線圈有電流的時候 線圈消耗的電功率 電功率是多少 我們把電功率算出來P P的話就等於FV 這不是要把它乘以V 就R分之9A平方 V平方 B平方 所以這個選擇是對的 狀態一 線圈由無磁場區 完全進入有磁場區的過程中 線圈產生的熱能為多少 好我們先來看 你進去以後 到達完全進去的話 就不會有磁通量變化了 這個時候就禁止了 所以他做功的範圍 是這一段 2A 也就是說你外力 只要進去以後開始推 推到完全進去 就不用推了 他做的功等於多少 這是1 做的功呢 事實上是等於F 那乘以多少 乘以2A 乘以2A 這個是需要做的功 需要做的功 會變成熱能 那F是這一個 再乘以2A 所以是18 R分之18 A3次方VB平方 這個就是答案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R分之18 A3次方V平方V V平方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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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 所以答案應該選 A B B A B B A B B E 這四個答案是對的